有你幸福 共祝花团禁足 好 幸福 各位昌瓦家人來自光鎮 而且非常感恩我的姐姐們 因為我們家有五位姐妹 然後現在我們今天是四姐妹來到現場 給我們掌聲一下 那一桌 然後我很高興我台北的那個 一位客人他今天也參加 第一次參加 然後他是看了我們的書 然後感覺跟太陽有相應 對我就覺得今天能量強非常的強 所以特地邀他過來 他還是非常有福分 能夠來到這個教室都是有福分之人 對 玉淳是2018年 一位就是我澳洲的客人她的老婆 她分享了我一本千年之月 那當我拿到那本千年之月的時候 我並沒有把它看完 我就是搬了幾頁 然後就把它搬在半公桌的旁邊 然後又隔了兩三個月 一位那個美凱孤島就是平年 她又分享了我一本千年之月 當我拿到第二本千年之月的時候 我感覺非常的嚴熟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有一種感覺 就是想要把它拓切的把它看完這樣子 所以我很快的速度就是把它看完 那看完以後我知道這本書就是 都在講就是超級生命馬這本書 他就是全球參馬學院對老師的一些感言 他們的真實故事集 對 那我深受裡面的內容和感動 然後我也拓切的想要成長 就是我就問了那個平年 他介紹我到草腿的精英會 那時候是讀書會 那是由金美姐主持的 那我們也非常感恩 那時候金美姐都遠從那個講話來幫我們做主持 那現在我們草腿也成長得還蠻快的 那像我上個禮拜代理主持來也有六十人參加 那這個禮拜就是有邀請以前屏東的家人過來嘛 我們那一場的話光陣九十八人 那像我們已經會網路工學的那個教室是在蘇玉家嘛 那他今天也有來到現場蘇玉 那有時候都會發現我們教室裡面有特別的光 那這個禮拜我們就是有發現教室那個螢幕有沒有 我們不是有一個右下角是小螢幕嘛 然後就發現那個有綠色的光還有紫色的光 那像在十月十號的時候我們也發現金色的光 整個教室都充滿金色的光 真的非常神奇 我剛才也有就是分享給其他的家人看 我們有把它錄影下來真實錄虛了 那我們通常講的就是能量嘛 還有那個光的神秘作用力 可以讓你事實如意 真的喔 可是覺得我們旁邊都有金光點 金光點會把神保護我們 非常感恩他們 都讓我們一路都平安順遂不下來這樣子 那玉淳我非常感恩導師跟天地的祝福 我2018年那一年第一次就是參加導師的 六月二號板橋的那個體育館 那第一天第一次碰到老師的時候 老師一進場那個台場滿大的 就是有那個歌星也不是歌星就是歌手把他引引進來 然後拿那個小提琴 那他一進場 我全睡的雞皮疙瘩都起來 然後開始流眼淚 那那時候那一場的話 我們家的姐妹也都有參加 那像我師姐她是坐我旁邊 她也有跟我一樣的感應 對 那我之前的前一個道場是直一派的 那時候那個師傅是不講話的 對她都沒有感應 有時候我們就是每個月都會上來台北嘛 參加那種大型的 但是她都不會講話 只會做那個禪電而已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沒有感應 然後接觸了一年 我才決定就是跟隨那個 我們敬愛的太陽聖的導師 我就覺得她已經開啟了我的靈性管道 這一時候就是一定要跟隨師傅 在修行的道路上 然後慢慢的往前行 那我感恩導師是因為 她改變了我的生命地圖 我2018年本來是 要被老闆請上的 但是我那一年的話 業績是成長兩百多萬 但是她為什麼要請上我 因為我那年 我們公司那年的業績很差 對 那個小陳她應該也有知道 那時候我們老闆負能量非常的強 她就是她脾氣很大 然後常常發脾氣 她那時候能量真的很低 然後她要請上我 我也信任地接受她的安排 我都跟我的一些客戶 就是交代說我做到什麼時候這樣子 那結果最後一天我就是跟我們老闆 就是實在感恩她 就是這兩三年來的照顧 那就是因為我這個感恩的力量下去了 然後老闆在最後一刻她就改變了她的決定 她把我留下來 對 真的喔 那那一年我成長兩百多萬嘛 然後她給我一個淡書 就是2019年的業績要兩千萬 但是我想說我一年 2018年一整年才做到五十幾萬 那2019年她叫我做兩千萬 不是要成長兩倍多的業績嗎 那我想說我可能做不到 我那時候就有點猶豫 但是我另外兩個業務就是她 極力地為了我下來 後來我就說好 那我試看看 那結果就是因為我的乳法石修 天地 接通了天地的源頭 所以我2019年最後業績是達到四千八百多萬 那今天疫情真的非常的慘 那我主要的客人都是歐洲跟美國 那這兩個地區又是疫情最嚴重的地區 對 那我想說我今年業績找了應該會很慘 但是真的很感恩導師喔 然後天地 我業績不但沒有下滑 而且反而人意識成長喔 我現在目前到目前為止是八千兩百多萬 真的非常感恩導師跟天地 如果導師沒有寫了這本書 然後沒有這些有能量的歌曲 我們沒有辦法知識補充我們的正能量的話 有可能我們的境沒有辦法轉得這麼好 這一切都要感謝老師跟天地的助 真的 那以上就是我簡短的分享感恩導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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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